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拍耳機 今天送出5部送給電腦前面的各位 對 放心海產不會先對那些耳機進行一些 已經開始了嗎 猥褻的動作 但大家相信啦 如果你們想要的話可以特別付出 對 我們送出的辦法是我們會公布通關密語 然後你要來我們的粉絲專頁留言 沒錯 那至於通關密語呢 等一下在節目當中 我們都會一一的跟大家做揭曉喔 然後今天的來賓非常的酷 對 因為他其實基本上 他很少出現在大家面前 然後他一直是到最近才露臉的 他的長相基本上已經失傳了 失傳是什麼東西啊 可是你知道他為什麼最近終於露臉嗎 為什麼啊 我不知道他自己有沒有在他的直播裡面講過 可是之前我們就有一次聊天說 你為什麼突然露臉啊 莫非就是你想要 就是你要進攻小巨蛋之類 他說沒有啦 就是 他想要真有啦 他說沒有啦 就是因為有一次做影片 覺得打馬賽克好麻煩就不打了 居然有這種爛禮了耶 這種禮頭好酷喔 超爛的 他懶得在打自己馬賽克 他就懶得打馬賽克 然後他就覺得那就露臉好了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灑脫啦 我覺得這蠻酷的 對 這也是一種人生的灑脫 就是 不然還想說是哪天你就是覺得 繼續活下去太麻煩的話 我就跳囉 別 我們不能那麼負面 我們不能那麼負面 我就要找到一個很快樂的事情去做 對 好 要是哪天你突然覺得 你不用當男生的話 我就去變 OK 沒有問題 跟你當姐妹 也是 我不要 不要 不要 好啦 那麼接下來呢 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新的音樂消息 還有熱門排行榜 首先我是歌手的第七集呢 李文寇寇以What's up 一起帶動現場熱鬧的氣氛 再次奪下冠軍 第二名呢則是徐家瑩 最近喔 就在臉書上大家都不停流傳的不痛 這首歌連原唱都相當讚賞喔 那麼首次加入比賽的榮祖兒 則以招牌的廣東歌曲 樂半小夜曲拿下第三名 黃志烈則是奪得第四 上舊踢館第一名的中國歌手 王熙則調到了最後一名 而阿信 則以張惠妹的彩虹一曲 獲得觀眾的熱烈掌聲 音樂 音樂 I said hey What's going on And I said hey Hey yeah Hey yeah And I said hey What's going on It's right Hey yeah Hey ye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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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被人逃 我不想把你摸起前任我的执着 他不知不觉无法忍住眼泪不流 是爱伤害了彼此的自由 你不堪不听不说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不哭不笑 只剩下沉默 带着我的骄傲高飞人走 带着我的骄傲高飞人走 人如天上的 人如事不好拥有 人如曲过指 为了无可还够再分别 人如此事三岸 填抹我的空虚 这晚夜 没有吻灭 现在说永久想不到 是这口从未已回遥分 是这口从未已回遥分 但我的心每风每刻 仍然未偷占拥 偷似这月电 仍然是关开口 但求独独独独仗 仍然本已深层 这次演唱张学友的 《头发乱了》原曲 《Honey以乐舞魂一》 《Mac Jackson》的经典曲 《比勒》再次夺冠 张信哲则以苏瑞的《亲爱的小孩》 加上来自台东原住民小学生 独特的八富和音 夺下第二名 第三名则是中国低音歌手 王熙演唱梅艳芳的亲密 上轴第一名的李文可可 为知气管发言演唱张学友的 我真的受伤了 落到第七名 有点 他真的受伤了 然后《狗独独独独独独》 虽然获得第三名 但因为累积积分不够 残道淘汰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 在黑暗中不自满步 我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成回家的路 今夜还吹着风 想起你好温柔 有你的日子分为爱的轻松 也不是无影踪 只是想你等 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 爱的路上有你 我平不清 你对我那么的好 这次真的不同 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护 亲爱的 亲爱的爱 日本天后安师奈美会呢 这一次在小剧段举办 Live Janet演唱会第四度登台 写下日本女歌手公弹的记录 而现在美会在去年五月的时候 曾经登台担任歌手蔡依林 小剧段演唱会的嘉宾 合唱I'm not yours 台日生后 护盖嗨翻全场 今年一样 深场爆满 Mae演奏传统国乐尬911电音舞曲 来自南台湾的火悟空 团中特技剧房 他们是跑遍全台湾的庙宇 团中的世人郑Mae 前几年在网路上用国乐的方式 演奏改编911再见中港路 以国乐演奏电音歌曲 网友纷纷疯传 但是究竟是要看Mae 还是看911呢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进入音音榜的部分 本周新歌热门排行 由远传Omusic所提供 首先第十名的是 来自Four Minute的Hate 那么呢 Four Minute最近在韩国 主要就是走一个 攻占女性心思的 帅气女孩路线 那么这一次的歌曲呢 由美国明星DJ等 重餐女作曲 那以来回变化的强烈节奏 以及很有中毒性的副歌 编写的EDM嘻哈类型舞曲 轻易了 就制服了所有听众的耳朵 Yeah 这些歌曲呢 我认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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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名泰妍的R.A.M. 来自二月份发行的新单曲 是一首带有绝世灵魂风格的 中版歌曲内容与前恋人之间的回忆 比喻成雨 MV中它也延伸出在水流满溢的空间当中 看起来既空灵又带点神秘感 借此回忆曾经美丽的爱情 这首好听的歌除了融化我的心 也要融化你们的心 中文字幕提供 塗塗 塗塗 上周成本排羊榜第八名 則是由來自中國遼寧的歌手 孙子涵的《总是这么傻》所夺得 那么他拥有了一个 全方位的高颜值创作才华 曾经获得QQ音乐年度新人奖 那么这次的单曲 也是迭海情人的片尾曲 歌曲中真实 却委婉地对待初恋时光的怀念 而他也希望可以这首歌 慰藉所有人内心无法释怀的过往 就让泪如雨下 搅滑那段年华 带不走的却是 那一生苦苦挣扎 别了了牵挂 我总是那么傻 陪寂寞走天涯 对白铃说的话 就连名利也造假 夹杂那么浮夸 留下一对风花 带不走的却是 那一生苦苦挣扎 我总是那么傻 也浪迹了天涯 把回忆里的她 放在盛夏开的花 就让泪如雨下 搅滑那段年华 带不走的却是 那一生苦苦挣扎 别了了牵挂 日本周第七名为李安的 义可仁 也是台式幸福播家 偶像剧的歌曲 这首歌把人生的 飘浪感与不确定 诠释着入目三分 乍天一开始以为 是个悲伤的歌 结果副歌的结尾 却是一个人的秘密 是寻找一个特别的你 真的 不是你 不是我 听听听 的耍 诶 不 我不相信 那种命运 抵达尽共泉 我不放弃 一个人旅行 一个人代替 一个人陪伴 一个人孤寂 一个人拥有 只有一个人拥有的秘密 一个人相信 一个人的愿意 不是因为有太多的犹豫 一个人的秘密 是寻找一个特别的你 一个人的秘密 是寻找一个特别的你 想必一颗新颖会 扑通扑通的跳 动 感谢待 在泪眼伪装起来 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 女孩 我的故事 因为你而展开 为你学会忍耐 为你坏习惯 我都改 你还不想看你手一样的伤害 所以学会你爱 错怪你真正要的爱 第五名叮噹想练一个爱 也是三立花剧大人情歌的片头曲 是叮噹独特少见的节奏感能量 系好歌 歌曲来自泰国的畅销舞曲 歌词内容将女孩面对恋爱 时的五味杂陈轻松带出 从来没有做这种轻快快乐节奏 专辑的叮噹表示说 一起来听听看这个 练 练 想练一个爱 对 哈哈 Technology 练完美《作风大人情》 主纪育的苦受伤 你 想来了 别下车别小白 爱猜不通就别猜就拜拜 我好想念一颗爱 没想到越里越待 我活该天然呆 天平天生天在 我好想念一颗爱 到头来爱的不再 还以为我天才 想当我的天才 我只想念一颗爱 我不想为爱和爱 但神龙海彩 天上来海皆海 我只想念一颗爱 我不想结婚地坏 管你温身伤害 抛开就像云外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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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让我们开访的第四名 让我们恭喜林欣宜的大听途说 一电影等一个人咖啡 主题曲等一个人获得 网络上极高点击率的林欣宜 在首张个人EP当中呢 在爱情里 从别人耳朵里面听到的流言蜚语 造成了彼此有心结误会为主 作为自己的主打歌曲 在她清透嘹亮的歌声当中呢 以自己的声线唱出女人的心声 抚慰受伤的女孩子 见面才述说 不是我想太多 只是想所有太多 你曾经爱过我 可是到最后你却选择不对我说 关于我倒听和听说 相信你也曾经听说过 这些年我听说 你和其他人爱过 那一年我没说 那些话是否已经飞起的你 谁说 世间的我 不用当听途说 千变告诉我 本周第三名有郭靖的 别惹哭我 被歌迷封为 纯爱教主的郭靖 又推出电视剧 青秋湖传说 揪心插曲 别惹哭我 郭靖的轻轻唱唱 与这部古装爱情剧的 纯爱剧情搭配 哇 蹦出一个新的娃娃来 听听看 什么谁爱过 谁想过走到最后 都是一场空 回一回收 快别承诺 不求你懂 只求你别惹哭我 那时候幸福让人战斗后 转远过 转远过 只剩寂寞恨的不放手 不如离开我 放开我 别惹哭我 拆穿我 软弱 装失落 装洒脱 好好分手 就当我有错 什么谁爱过 谁伤过 走到最后 都是一场空 回一回收 挥别承诺 不求你懂 只求你 别惹哭我 别惹哭我之外呢 也千万不要忘了如何遗忘 那么这首歌曲也是郭靖本周夺下第二名的歌曲 同时呢是聂小千的片尾曲 原本呢是一首剧组设定给铁背心歌手唱的歌 但是郭靖接到这首歌之后 你知道狮子座就是一个霸气 真的 你越不想让我唱我就硬是要唱 越爱唱 对 最后呢果然让郭靖成功的来下这首歌曲 让我们听听看咯 第一个歌曲 第一个歌曲 是 无地冬的黑暗能照尽阳光 我一直等待 我苦苦等待 尽管爱化成辽阔 除了你谁能唤醒沉睡的时光 如果不回头 至少别懦弱 我承认没有兑现的承诺 并无算出旧 别说没爱过 别说没有错 爱是一连开往 没有尽头的美酒 别说没有伤口 代表没有痛过 别说回忆只是 是爱是舍楼 好了 那么在今天所有的音乐消息 跟音乐保安之后呢 我们今天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这个厉害的 王歆霖代言品牌耳机 那我们有说过 我们总共有三组的通关密码 我加码五组了 五组是五组 通关密码 三组是三组 你知道我们就是注定冒合神联了 大家下一次就看不到它了 我们不同频率 就怎么样 不是人你是鬼 好 那我们现在工作第一组的通关密码 等一下这个密码我会很不开心 这是你自己设定的密码是不是 不是啊 我念不出来 但是我还是必须念 第一组通关密码就说 我爱开水小姐 什么东西 我不爱你啊 谁设定的嘛 抱歉 我就是我不爱你 坐下 那么就是这个大家讲到在今天 收看节目的时候 把通关密码完整的在 Music那些事的粉丝团 今天的节目表下方留言 答对的呢 就有机会可以抽撞哦 那么 其实就是只有五个名额 只有五个名额 而且这个音质很好 我刚带这个去听开水小姐的歌 哇塞 好像她就在我后面 你听了哪一首 Facetime 是哦 那我最近有录什么歌 你最近录 你最近有录那个 背影一直往上跑的那个 你拍个MV 背影一直往 你最近有开过野字 那已经是几个月以前了 我真的有在听啊 好像开水小姐就在你后面 没关系我们就是人鬼殊途 好啦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大来宾 那是鱼竿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啦 真的 因为你们应该很少看到他一次 就是在节目里面 被人家逼着唱这么多 重点是什么 鱼竿今天 五马 早就五马 他早就五马 你的脑袋里装什么 辣妹过招 我也会有活马 好啦 好啦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怎么改变 对你还是想念 曾经的应该怎么找回 说好一起走过 画满了箭头的地图 你怎么把我 这么丢在半路 就是啦